虽然大哥佩伦一直劝说阿祖法别接触康特,但他的内心还是非常挣扎的。 虽然阿祖法很讨厌婆婆和吉尔纳,但他心里依旧是有着康特的位置的。 如果他没有遇到大哥佩伦,说不定现在已经和康特重归于好了,阿祖法的表情已经出卖了他。 每次他们讨论康特,阿祖法都显得非常犹豫不决。 大家好,欢迎再次来到阿东的解说,让我们跟随镜头继续往下讲。 在佩伦的努力下,今天的烧水桶终于安装完成,这无疑是他们艰苦生活中的一个小胜利。 兄妹俩的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,那笑容如同冬日里破冰而出的阳光,明亮而温暖。 对于他们来说,这个烧水桶的安装成功不仅仅是完成了一项简单的工作,更是一种生活品质提升的象征。 在兄妹俩温馨的聊天中,佩伦向阿祖法透露了一个消息,他今天也为家里准备了一份礼物,大嫂和孩子们的生活还是有保障的。 尽管阿祖法告诉哥哥可以回去看看大嫂和孩子们了,但哥哥坚持要等到阿祖法的一切都安顿妥当后才肯离开。 佩伦还分享了他与康特的偶遇经历,他告诉阿祖法,昨天他意外地遇到了康特和一位女士,还差点和康特打了起来。 阿祖法好奇地询问那位女士的身份,哥哥解释说,康特提到那位女士名叫莱拉,似乎是老者的女儿。 佩伦进一步说明,他随便给了康特一个地址,然后就成功把康特支走了。 佩伦强调,如果他告诉了康特阿祖法的所在,康特一定会来找阿祖法,那样他的妈妈和妹妹也会随之而来,打扰到阿祖法的平静生活。 如果你喜欢阿东的解说,不妨点个赞支持一下。 阿东最近收到了许多粉丝的私信,他们都对北京同仁堂的黄旗霜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,想知道好不好用。 阿东本人也一直在用这个黄旗霜,不管你的皮肤是暗黄,还是有各种斑点,黄旗霜都能为你带来显著的改善。 每天早晚使用,你照镜子都会喜欢上你自己。 阿东真心推荐这款黄旗霜给大家。你们可以点击我头像前往商品橱窗找到它。在阿东这里可以保证正品,而且价格实惠。再次感谢你们的支持。 网友们对佩伦的行为持有分歧的看法,这引发了一场关于道德和情感的讨论。 一些人认为佩伦的决策是正确的,他们可能认为保护阿族法免受潜在的干扰和压力是首要任务。 而另一些人则觉得佩伦回避康特的行为有些过分,他们可能认为直面问题和沟通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。 阿族法对于大哥的做法也没有多说什么,他现在基本也是被大哥给拿捏住了。 当然,佩伦对他也是没得说,各种照顾,无微不至。所以阿族法现在一直都是听他大哥的决策。 与康特相比,佩伦对阿族法的关心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上,无论是生活上的小事还是情感上的支持,他总是能够及时给予阿族法所需的帮助和安慰。 正是这种日复一日的无微不至的关怀,让阿族法对大哥产生了深深的信任感。 他知道,大哥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出于对他利益的考虑。 因此,他愿意将自己的生活决策权交给大哥,让他来引导他前行。 随着离开康特的日子一天天过去,阿族法发现自己的内心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变得平静。 尽管他对婆婆和吉尔纳抱有强烈的不满,但他对康特的感情却始终难以割舍。 在他的内心深处,康特依然占据着一席之地,这份情感的牵绊让他难以彻底放下。 如果阿族法没有遇到大哥佩伦,他可能会在情感的驱使下,尝试与康特修复关系,寻求和解。 然而,佩伦的出现和他所提供的关怀与支持,为阿族法提供了一个不同的选择。 佩伦的保护和照顾让他感到安全和被珍视,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他对康特的思念。